大家上午好 很高兴也很荣幸参加第四件 加拿大金峰野国际电影节 谈到电影 大家都有一个梦 没人都有一个电影梦 等你走进电影院 看某一部电影的时候 你会感觉那就是你的真实现场 今天呢很开心来到这里 关于电影 大家刚刚咱们两位主持也介绍了一下 我参与过一些电影 包括好莱坞的电影 做过一些无数的动作之道 今天看到第四件 国际电影节在这里 在北美发展推广 希望未来咱们的金峰野电影节 主席王雅辉以及他的团队 把电影文化 电影梦做得更大 更远 让每一个 每一位 艺术人 电影人 喜欢电影的人 走进电影的世界 走进你的梦的世界 与主未来 第五件 第六件 深思 白年以后 这个金峰野电影节 在加拿大 和中国的结合 能成为一个 离死 希望华人 咱们的华人 再重复一遍 咱们的华人 团结 力量 把中华的传统文化 推到世界 任何一个角落 让华人的 实现 在这个世界上 这片镜头上 绳根开花结果 以上咱们的李小松也讲了 咱们的宁慧张也讲了 咱们的王白金的领导也讲了 华人 要做好咱们 每个人的 应该做的事情 每个人都不容易 每个团队都不容易 做了很多的 在西方这个世界 做了很多的工作 希望每个工作 都像电影一样 真正的梦 在电影里面实现 希望未来 金峰野电影节 继续绑下去 越绑越好 离离结绑 也希望 各位政府 各个 行业支持电影 推动电影 让电影文化 发扬光大 最后 预祝 金峰野 第十届电影节 圆满成功 再次感谢 王亚辉 以及他的团队 阿弥陀佛 大臣 大臣